据环球时报在3月4号的消息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最近要求美国国会的拨款额度翻倍 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甚至有消息称 这个狮子大开口还惹起了美军内部的一些意见 随后这份申请报告也被曝光 上面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话题 遏制中国 据了解美国印太司令部认为 当前美军太平洋舰队不足以应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导弹技术 印太司令部希望能够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 利用滑舵下来的273亿美元 用于两个方面的体系构建 一方面用于构建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反导防御网络 另一方面在关键性位置部署雷达站进行全方位监测 并在关键节点上部署具备精确打击能力的导弹系统 按照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说法 整个计划被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嘴上说的是太平洋 其实说白了还是针对中国的威慑计划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最高负责人戴维森 还在3月1号的时候公开叫嚣 绝不能让中国统一 在必要时候要让潜在敌人明白 想统一需要付出足够让其放弃的代价 这番话可以说是直接撕下了遮羞布 也直接暴露了近期以来 美国不断派遣军机和军舰 出没我国南部海域的核心战略目的 遏制中国复兴进程 因为统一是我国复兴进程中最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讽刺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情报处处长 史达曼在接受采访中模拟了一下 如果美军输掉中美竞争之后的情况 此人声称到那个时候将会有 一直拥有全球作战能力的中国军队 在全球各地他们认为的 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进行借助 甚至会在相关地区 频繁驻扎军队进行军事威慑 不过如果把这段话中的 中国军队改成美国军队 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美国二战以来 所有对外行动的完美概括 真不愧是搞警报的 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之所以一再误判中国 归根结底是基于傲慢和优越感 天然地把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思维 带入我国战略意图 殊不知美国人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家国天下 看问题只会分利益得失 在我国复兴道路上 用一句国防部说过的话 中国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丢 近日美国和印度在同一天 同时迎来一个坏消息 以至于世界的目光都再次看向中国 可这关中国什么事 据悉自拜登上台后 中东局势就急速升温 一系列的报复和反报复不断上演 3月3日伊拉克安巴尔省的 阿萨德美军空军基地遭遇大规模击击 上十枚火箭弹直冲该基地 虽说美军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 但还是算是惨重 在此之前 美军针对叙利亚东部的伊朗所支持的民兵组织 发动了空袭 摧毁了不少设施 当时美军对外的解释 此举是为了报复2月初美军使用的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遭遇的大规模袭击 如果是这样 那么也就不难看出这次美军空军基地遭遇袭击事件 是当地武装分子对美军此前攻击 所发动的一次报复性活动 有趣的是 事实上近几天美军一直都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 伊拉克的安全部队也在进行相关的戒备 想来他们显然是知道 当地的武装分子会在这几天有所行动 可尽管是这样 袭击还是发生了 造成美军不少的伤亡以及损失 袭击防不胜防 对美军而言这显然不是好消息 当然美军激励遭遇袭击的这一天 对印度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日子 印度军方出尔反尔 在拉达克地区撤军后 又重新部署军事力量 没想到就在边境演习期间 一辆坦克掉进壕沟 压死了一名印度士兵 这类事件对印度军方来说是很常见的 更何况对他们来说 低种性士兵的死亡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在边境军事演习的时候出现事故 网友都声称这是活该 可无论这是不是印度军方 就用自去关中国什么事 头一天美印同时迎来坏消息 网友感到大快人心之际 开始扯上中国 在他们看来 这两个国家这段时间不断叫嚣 挑衅中国 如今出现这样的事情 也是活该 不值得同情 或许这样的说法 勉强说的过去 但我国人仍是表示 希望外界别什么都扯上中国 更不存在什么坏消息 为中国报仇之类的说法 美军军事基地遭遇袭击 是该国自己挑衅迎来的反报复 印度在边境军事演习 坦克压死一名印度士兵 两起事件 军事由起因所造成的 准确来说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勉强扯上中国 要么是外界嘴上的一个玩笑 要么就是有心的人想引发舆论 将中国牵扯进来 当然不管外界如何想把中国与 这两起事件扯到一起 也都是徒劳 我国人随不用太过在意 倒也需要提防有心之人想 从中做文章 一直以来 美国都是中东的麻烦制造者 在疫情期间 美军在中东逐渐被边缘化 即使现在美国国内烂摊子一大堆 但是美国利益集团已经开始躁动 上任不久的拜登 还是走上了美国的老路 在二月底 拜登下令任内首个军事命令 空袭叙利亚境内民兵组织 同时 白宫多次表示将宣布对沙特的惩罚措施 外界认为 拜登是前任上司奥巴马的精神继承者 但是就其上任一个多月的表现来看 拜登似乎比奥巴马更大胆 不过他的行动带来了一系列反应 报复行动四处展开 在美军空袭后 俄罗斯迅速轰炸了青梅武装 造成沉重损失 而空袭叙利亚的以色列 万吨邮轮也突然遭到袭击 而沙特首都也遭受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其实在美军空袭后 就已经预料到潜在的报复行动 美军基地也都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但是美军惹到的势力太多 想躲也躲不掉 在3月3日 美军驻伊拉克的爱因阿萨德空军基地 突然遭到了多枚火箭弹袭击 至少有10枚击中了该基地 由于提前做好了戒备 虽然设施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没有美军伤亡的消息 不过有一名私人承包商背下 因心脏病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 伊拉克当地20支武装联合发生 将联手对美军基地发起袭击 外界认为 这可能是武装分子对美国的第一波报复行动 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袭击动作 对此白宫回应 汇选时机和方式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 美英法航母集结波斯湾是要打伊朗 在2月17日 美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就已经提前开始前往中东 展开新一轮部署 而在2月底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 前往波斯湾 在其抵达之际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也集结于此 三艘航母齐聚波斯湾究竟想干什么 很多人会想是不是要打伊朗 其实可能性不大 因为戴高乐航母能出港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伊丽莎白女王号更是毛病一大堆 而且舰载机还未形成战斗力 顶多是向伊朗施压 而他们的瞄准的是中国 此前英国就曾表示要派航母前往西泰 法国也接连派遣了潜艇和军舰 甚至可能会派戴高乐航母 他们最近的路线都是要经过波斯湾 而经过波斯湾顺带震慑一下伊朗 其目的地还是西泰地区 最近这段时间美英法德加奥印日等国都要来我周边巡航 他们已经将西泰作为新的博弈厂 想要遏制中国崛起 但事实证明这是痴心妄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gitいくций